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志平被指以基金会之名为民企中国华信能源发展非洲业务铺桥踏路 曾经多次出席基金会活动的内地学者金灿荣认为 美国是担忧这一类致富影响力一增 但是找不到基金会或者华信的把柄 因而矛头转向何志平 他是公开注册的机构 活动也都是公开的 都是记者都可以去的 他在美国工作重点 一个就是促进中美之间的能源学术交流 每年会有一次中美能源对话 我这几年都是去的 何志平现在是中华能源基金的执行主席 中华能源基金后面是华信集团 主要的矛盾就在于华信资助的中华能源基金 在美国推广中国的价值观 推广中国的影响力非常有效 所以他现在也不自信了 金灿荣认为 美国高调公布案件细节 是要向中国同类组织示警 他就是要用这样一个案例 来警告中国方面 你在我这里的活动要低调一点 小心一点 这个不要太活跃 星期日晚播出的经维线 会进一步探讨国内民企 智库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任务 也都有中美学者分析案件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去年长远 可以 分合